那变形弯曲有两个 一个是透视弯曲 一个是操控弯曲 那我分别来介绍这两个 好 第一个叫做透视弯曲 那我想在这个图片上 把这个活动里面的两张图片 分别放在左边右边 那中边就放一张跳舞的图片 那来我们看看怎么做透视弯曲 好 那我们就分别 把我们要做透视弯曲的两张图片 那把它叫出来 分别把它叫出来 开启 好 开启 我们分别要把这两张图片 放到这里面来 那时候我们就抓住它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片在这边 那我想要把它 写写的放在这个图的上面 那这怎么做呢 那就用编辑里面的透视弯曲 然后选这张图片 选这张图片 选这张图片 然后选了这张图片 你可以做弯曲 弯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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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做弯曲 操控图顶 好 那我想把它放到这个角度来 这个角度 那就慢慢看 那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 把它放上来 如果你要放过来一点也可以 外面一点也可以 这样放大一点也可以 好 放大一点 好 好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影像都放进来 好 操控完全 对吧 好 这样我们把这样图片都放到这里面来 可以放大一点 好 操控完全 好 那我们再来做另外这边歪歪的 那我想要再放另外这边 我就打钩 好 这时候你就可以来调整 移动 那你想要移动过来一点也可以 移动过来一点也可以 盖过来一点也可以 都可以 这样可以移动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盖过来一点 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打钩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另外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好 这张图片我也想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好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 好 两张 那一样我们用超透视弯曲 透视弯曲 然后把它选它 好 选它 然后一样 用弯曲 然后让它来变化 那你也可以这样这样 哎 把它调好 高度多一点 那我们刚好给它 套到这个的上面 刚刚好套到它这个上面 灯光刚好套到它上面 也可以 好 OK 那你要高一点也可以 那如果想要高一点 那你就把它弄高一点 好 高一点 好 高一点也可以 好 直接可以 好 OK 那这样我们就已经是达到我们的效果 那你要大一点再过来一点 也可以 把它切在一起 打钩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要下面要多一点 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做变化 我不要 我要沾过来一点 让它看到上面 巴德射达那个 好 那也可以 就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 那我要跟它一样大小 跟它一样大小 那就 就要拉跟它一样大小 也可以啦 不是说不可以 好 只是这样没那么合 都把它合在一起 好 OK 那这样就两张就可以 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两个 两个 好 OK 那这样就两张合在一起 这样子 那中间我想要 给它一个不同的样子 那我要增加一个人 放进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就可以找一张图片 把它放进来 当然也可以 好 那我想 要换不同的方式 也可以这样做 那我可以 这是很多人的图片 在那边跳舞 好 但是我把它 把它弄模糊一点点好了 因为我觉得 背景不要那么清楚 那我就给它弄模糊一点点 好 那就给它做 高时模糊一点点 好 太多了 等一下都模糊一点点 高时模糊 好 因为它背景嘛 不要那么清楚 好 那我现在可以 把我要用的人像放进来 好 那我就把我人像放进来 把这几张 我要放进去的人像 一二三四 好 文笔都把它放进来 好 开启 好 开启 好 那一张一张 你就可以把它抓进来 好 从第一张开始 你就可以一张一张 把它抓进来 好 你看你喜欢 要放的是哪一张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 这张 好 一张一张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好 刚刚那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地方 亮的也可以 亮的也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第一张 好 那再来第二张 第三张 那都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把它排在一起 好 第三张 好 第十张 好 把它放进来 都把它排在一起 好 也可以 好 把它排在一起 好 第五张 也把它排在一起 好 把它放进来 好 OK 那放进来以后 你就可以做 把它合并 合并 那其他这四张 都把它关掉 合并 合并可见图层 合并以后 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操控 这个任意透视弯曲 好 透视弯曲 我们就可以 来选这个 透视弯曲的 幻围嘛 好 这个是 我们要做透视弯曲 那我们来选这个 这个幻围 好 把它选取下 好 选取下 选好以后 我们就来做弯曲 那你就可以把它弯曲 弯曲 选弯曲 选弯曲 因为我选好了嘛 那你就可以看它 要放在什么位置 好 那我先把这个 人放大 我希望 它放在这个位置里面 好 放在这个位置 远远的位置里面 这要有水平一点点 不然这样人就很奇怪 OK 那我给它放平一点 不然 人的不是很水平 好 那我希望 放高一点点 这样子 嘿嘿嘿 那我就把它放好 这边过来一点点 增一点点 好 OK 那我这样就可以把我底图放进来 底图 把它放进来 打钩 来把底图放进来 明白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把 我人的放进来一点 那再来我要再放一张 放一张 那你也可以再把一张放进来 那最后一张你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 那我想要 好 再把这一张放进来 好 开启 好 那一样 你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 放进来 放到第一张里面 把它放到这里面 好 那这个比较大一点 你就可以把它 放到这边 好 那我想要把它放到这边 来 那我一样要做 做变形 好 打钩 那这变形呢 一样用 弯曲 透视弯曲 然后选它 好 透视弯曲 选它 然后选弯曲 好 那一样把它换尾变大 我想要拉跟它一样 距离一样大 好 然后这换尾大一点 那我玩的一个 透视弯曲 好 透视弯曲 那我玩的一个 透视弯曲 好 好 把它放到这里面 另外一张 有一种不同的 形状的图案 好 OK 这样就完成了 我想要设计的 图案变形 那你可以把它 下来一点点 大家摆正 打钩 好 那就完成了 嘿嘿 那如果 前面你是要再摆一张 你的特别的图案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上面来 变形的图案 那再加一个人好了 那我们再加一个人 加一个人的跳舞的图案好了 好 加一个人的跳舞图案也可以 可以吗 好 把它加一个跳舞图案 好 OK 那把它放进来 好 不是这一张 好 是下一张 我们开太多了 我们关掉几张好了 不然我们这样开太多了 好 那我们开这一张 好 这是这一张嘛 好 那我们把这一张再放进来 放进来 有没有 把它放进来 好 那这样放进来 以后我们就 跳舞的样子 就把它放进来 好 一样 打勾 那放进来以后 这个人你就可以选取主体 选取主体 选取主体 把不要地方把它删掉 那这个不要的地方 我们就稍微把它去除 好 没错 好 OK 没错 那你也可以做调整 啦 稍微调整一下 选取平折主 稍微调整一下 好 头啊 这边 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不要的 我们就尽量 不要让它进来 这个 不要让它进来 OK 调整 稍微调整一下 好 调整完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 把这个人放到这里面来 按确定 好 折射片 OK 好 那我们这样就有 很漂亮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也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OK 就是我想要来看这个影片 好像太多了 但是没关系啦 这个视作看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看的影片 今天看的影片 那如果 如果完成了以后 你就想说 哎 那我可以把这个字 也可以放进来 把这个字 把它放亮一点 五刀 好 五刀 五刀半 放进来 OK 那这样就完成你的水平的那个变化 变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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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变化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 那个 弯曲里面的超空弯曲 超空弯曲 那超空弯曲也很好玩 超空弯曲也超好玩的 好 那你可以打开一张超空弯曲 那我们就用原来的这个张图 我们就把它关掉 好 超空弯曲 好 超空弯曲也是很好 我们来用这一张好了 那我们想要让它头来动 好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子 来 复制一张好了 来 来 那我们把它背景 都移除以后 做移除人以后 超过背景 不然它动了以后 背景就很奇怪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应该选 选取主题 选取主题 好 选取主题以后 没有选到的地方多选一点 好 选取扩张 扩张 多选一点 多选一点 不要刻多选一点 然后做什么呢 做那个 内容感知填色 好 看一下感知填色 那填哪里呢 你就把外面就 颜色都把它填进来 都把它填进来 让它颜色跟外面一样 这样就好了 OK 内容感知填色 OK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哇 颜色不好看 对不对 哈哈 它会变 颜色不是很好看 就选它的颜色 好 它颜色 再来做一点模糊 不然这个颜色 好像不是很好看 不然它说头一动以后 它就会动了 好 那坦坐底 尽量还是要把它弄模糊 因为 好 那我们再给它做模糊一点点 好 高湿模糊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然 等下你头在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奇怪 它怎么头会动到那边去 这样下去吗 好 那我们就可以 互制一份 好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人 选取 选主体 先把主体 我要动它的头 那我就可以把它不要的地方先把它剪掉 好 等下我把它动它的头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要加进去的部分 把它加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选到的人 选到的人 我们坦坐这一份 好 那我们把它套到我们的背景 准备来 好 不要到背景 这边 那我希望它的头能够动一下 那怎么办呢 往前 点一下 或是往 往前点 好了 那我就用 操控玩具 哦 这个操控玩具 那操控玩具有很多点 像你要动的地方 像 头要动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固定起来 你要固定的东西 你就不要让它动 像 肩膀啦 身体啦 你记得不要让它动地方 你就把它点起来 不要让它动 那要到我地方我就开始点它 好 点这个头 我就点它 有吗 哦 它头就会动 有吗 它头就可以动 然后 要拉长一点 也可以 鼻子这边 拉 短一点 缩下一点点 也可以 缩来一点点 它的 头就可以动 要 要怎么动 要怎么动都可以 头要长一点 也可以 长一点 也可以 你看 长一点 头发这边也可以 缩进来一点点 要长一点 头一点 都可以 缩一点 都可以 好 这个很好用的动具 那手的部分 我想要它往上提一点 提一点 也可以 你看 往上提一点 往上提一点 都可以 你看 但是要固定的地方 记得要把它固定起来 打钩 好 那就完成了 我们的那个 固定的 然后我们的下一次 向下和平 来比较 两张不同 有吗 哈哈 它身体可以 往前仰 往前仰 好 OK 好 那这个就是操控弯曲 操控弯曲 很多的 操控弯曲 然后你可以 来这样做 那这张完了 我再 试用第二张 好了 这张 好 那样我们 会复制一份 好 那选取主体 好 选取主体 好 那要扩张 路径 扩张 选取扩张 为什么要扩张呢 因为 因为你不扩张的话 你不扩张的话 它没办法消到那种平 消到那种平 好 那我们砍错 那个 那个 把它砍错这一份 不是砍错一份 不是砍错一份 我们把它那个 把它做那个 消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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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内容感知比例 内容感知天色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填 填旁边的颜色 颜色 还是会有一点点 不是很急 但是没关系 尽量 好 按确定 好 那人就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好 人不见了以后 我们就 我们用滤镜 再把它模糊一点点 高速模糊一点点 不要让它的线还存在 这样动起来很奇怪 好 好 那我们就再来动这个人 好 再选取一次 选取主题 好 好 Ctrl J 一份 那我们把这个人 放到这个背景的上面 有没有 好 放上来 那 哇 我们没有选得很好 但是这不是重点 我们现在调整它 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来调整 编辑 做操控弯曲这个人 好 这时候我们 不要动的就把它固定起来 好 手要动的这个地方 把它固定起来 固定那个点 好 那我们来弯曲那个手 脸不要动 脸不要动 头也不要动 我动他的手 好 你看 有吗 好 可以动他的手 可以动他的手 弯曲一点点 好 OK 这样子 脚也可以动 固定起来 不动的地方固定 要动的地方 再拉他就要这样 有吗 这个要跟着一起拉 有吗 好 跟着一起拉 好 这边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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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着一起拉 跟着一起动 这边要拉进来 好 看你自己 拉进来 好打勾 你看 有一点 有一点变形的样子 好 我们向下 河边 来看一下原来的样子 有吗 你可以做不同的变形 好 这是操控弯曲 操控弯曲 当然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你就试看看 有不同的用途 好 那这是练习两个 因为我们变形 大概都讲完了 操控弯曲 透视弯曲 任意变形 变形工具 还有一个 内容感知比例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讲 内容感知比例 好 再这个是那个变形 好 OK 这样子 可以吗 变形 好 那这些旋转 这个大概都讲过 你们可以试看看 现在剩下内容感知比例 好 那我们来试看看内容感知比例 好 那我想要把这两个人变高一点 好 那我这样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复制一份好了 那这个人要变高 我就先去调整我的尺寸大小 好 尺寸大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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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把面尺寸 那我的高度要高一点 向上高一点 高多少呢 高百分比 10% 好了 10% 我想高10% 按确定 哦 这个我按到宽吗 对不起 哦 影像 哦 宽了 不是高了 不是宽 哦 100 哦 这个 好 高 10% 按到宽了 好 按确定 哦 这样我们就有了 好 好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开始来做 那个 比例的高度 那你可以选选它 选选它 选这个位置 选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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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选它 它会调整得很好 照比例调 那这怎么调呢 就按编辑 内容感知比例 哦 那就往上跳 按确定 你看它比例跳得多好 你看 有吗